大家好,我是天国小细节 今天给大家讲解一下本次新上线的四个武将他们的技能详解 首先是神孙侧 神孙侧的技能是可以在自己的回合选择一名玩家 然后你和他一起扣出一点体力上线 对其挂上一个带有平定的标记 不过最多只能把对面扣的只有一点体力上线 所以说你想通过这个技能直接把别人满血斩杀 是不可能的 拥有标记的玩家如果阵亡的话 你会根据他的标记数进行额外的摸牌 你对标记的玩家使用牌的时候 对面不能响应你的牌 而每次你对他用牌的话 他会额外的摸一张 三技能缝合也是他的防御剂 你每次被别人打的时候 你可以对他挂上一个平定标记 然后本次伤害进行免伤 当然你体力上线扣完之后 或者是没有手牌的话 对面依然能对你造成伤害 比如像流失体力 或者是没有伤害的来源 武将的主要打法就是尽量的保留自己的体力上线 因为你的体力上线就是你的手牌上线 因为平定的缘故 对面无法响应你的牌 且你对他用牌无视距离 往往能发挥很好的效果 武侠篇的武将 霞下额盾 他的技能也就只有一个 就是选择三名角色 给你进行拼点 如果你赢了 你依次对他们造成一点伤害 如果拼点失败 那么你就会掉一滴血 你每次拼点会根据你流失的血量 然后增加相应的点数 武侠篇的第二个武将 霞刘备 当你受到一点伤害 或者你攻击范围的玩家 受到一点伤害的时候 你可以生命一张牌 如果受到伤害的不是你 你可以给这名玩家任意的手牌 他使用你给的牌的时候 你可以摸一张牌 这些牌不管以什么方式 只要一使用 就算被移出游戏 你也可以摸牌 你生命的这些牌 像伞 逃 无限 这些 你可以在你回合外 或者是你冰死的时候 进行使用 在你存储的狭义印记 高于场上玩家的时候 你可以选择是否进行一场爆发 万箭齐发 南蛮入侵 毫定 Groot 流测 满 虚 尽 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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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爆发完之后你会剃掉所有的手牌 并且把体力掉至一点 如果你只有一点也会掉一滴血 当然不管你有多少血 你都会把自己绷得只有一滴血 生命的牌在使用之后 就不能再次生命的 所以说后期就是相比教育来说 就比较疲软 如果对面是剑马操之类的武将 他对你用牌了之后 你不能用你存储的侠义牌 像张春华这些让你流失体力的话 你也不能增加运记 张威 作为一个强有力的菜刀武将 他使用杀的时候 可以让本阶段出杀的次数再加一次 如果你的手牌比对面高的话 那么这一次的伤害会增加一点 如果你使用普通火杀的话 那么你可以摸一张牌 然后进行一个二选一的选项 要么弃掉一个人的损牌 要么额外多选一个目标 杀一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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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当然如果你的手牌比别人高的话 只要不是属性的伤害简单牌 那么这一次的伤害都会增加一点 如果你的杀没有造成伤害的话 那么你后续就不能再额外的多出杀了 这里也可以看到我手牌上一品牌高 但是因为焚王的效果是属性伤害简单 所以我没有对他造成额外的伤害 没法弹 没法弹 杖中不可无久啊 杀一下 你可识得此阵 斩 杖一下 太极生两一生四象四象生八卦 你配有九龙出山 戒刀杀人 杀一下 太极生两一生四象四象生八卦 就算是虚拟杀也可以触发这个额外目标的技能效果 就算是虚拟杀也可以触发这个额外目标的技能效果 相四象四象生八卦 过去双脸一阵成名 过河城桥 你的技能被识破了 万剑齐发 你可识得此阵 这里给大家展示一下它的负面剂 如果你受到了属性伤害 那么你必须得弃掉一张手牌 不然的话本次伤害会加一 本次新上线的EV1的单挑模式 可以让你在八个武将中选择你喜欢的任意组合搭配 在你阵亡了之后 会保留你的手牌 然后将体力回至五点 第二个武将复活了之后 它会继承你上一个武将的技能 并且加上自己的技能 从而进行一波技能的组合 再次提醒大家 三国沙国际府周年庆正在火热进行中 从现在起到1月2号 登陆游戏就能免费领全新武将和史诗皮肤 享受手冲双倍合成半价等超多折扣 老玩家回归还能限时免费使用开服资金500来个武将 500来个武将都可以免费使用哦 新武将新玩法超多的免费福利 总之现在下载就对了